今天来给大家画个竹枝图 上次大家画过养叶 今天画垂叶 比打湿之后 尖儿在那略重点墨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石头不要放在中间 用最浓的部分增加一些抬点 下面我们来画竹枕 鼻子扁着 先画第一只干 都结实炖一下 错位再送出去 第一只干完了 现在画第二只干 还是两边沾过 截一截之下搓开 到截水压一下 搓的位 再压 再搓位 再向前送 到最后水分少 行比要慢了 竹枝图越向上越长 竹枕最低平行 也最低向骨头抱怨的交叉 先把我们画下竹枝 结上绳枝 今天我们画的是垂叶 有人把该画的像喜鹊爪子一样 下面生长出来的小枝 用最浓的墨点出竹枝 下面给大家也是要画垂叶 最高处叶略淡一些 人字 人字 刻字 戒字 分字 互相破一下子 刻字 分字 下面的一组墨烈浓一些 人字 一组一组 下面的墨烈也更浓一些 都是一组一组的 好了 这样作品快完了 从画面来看 浓液也偏多 我们再画一组蛋液 这样增加层次 用墨淡一些 可以原来的笔 蘸一些清水就可以 好了 这就行了 都是人字分着各的组合 一组一组画的 再多组也也是一样的 这个作品大致完了 现在我们就是个乐块 清风高节 一组 一组 再组一组 就切莎 成员 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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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字 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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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